丰平村将要盖大型的太阳能光电厂 土地面积达到26公顷 是目前受丰地区规划最大厂的太阳能光电厂 而设厂位置在丰平部落附近 31号的上午部落行使资商同意权 出席的户数42户没有过半 因此大会是宣布留会 让部落在行使资商同意权的概念上 是又往前迈进了一步 西商能源地面型太阳能光电 日前规划准备在收封乡封平村 进行26公顷地面型的光电厂设置 31号进行部落资商同意权 该部落设计户数为100户 近日出席户数只有42户未达半数 在部落主席主持下宣布留会 来参加投票的住户 也不够 目前应该只有44户 那不到达标不到52户 没有过半 他们今天开这个会之前 他们已经有来过部落 跟大家做过说明了吗 来过了两次 但是在第二次的会议当中 很多的疑问 他没有给我们完全的 能够达布的 让部落的人能够很详细 很了解 所以他这次的直接用第三次 说明会去同意资商权 所以他没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 所以可能部落议院 投票的议院也减少了 由于部落资商同意权的行使 事关重大部落居民的权益 而在场参加的售丰乡名代表 马其山也表示 乐见部落居民在行使 资商同意权上的觉醒 所以在这个行使同意权的部分 因为有法源遗迹了 那现在部落自治的部分 自治自理 然后自治自节 已经慢慢在成熟 所以这一次部落会议会多这么勇业 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认同我们部落自治 然后自治自理的一个权利 厂商代表也表示 这一次的说明会议 只是对建设方式进行说明 不会对居民改变其想法 但是在会议现场 已摆设投票箱 厂商未表达意见 因为刚才你说 今天是说明会 但是在前面有看到一个票箱轨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是跟说明会有什么关系 那个是说明会完成之后 它有一个资商会议的投票 那这个投票 为了尊重当地原住民的自觉权 就是说明会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离开建议 对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交给 就是当地居民的一个住民自觉 他们同不同意 由他们来决定 盖太阳能光电发电厂的规划案 根据了解在今年8月份就已经完成 经过了两场次的说明会后 今日则进行最后的资商同意权投票 由于出席的互数未达过半 虽然最后是留会的情况 但也让部落资商同意权往前迈进了一步 记者林杰 说风箱采访报道